我们刚才,绝大多数老师都在这儿啊 刚才我们练了一个什么呀? 上膳 这是什么呀? 上膳 上膳 下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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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做得不好啊,刚刚就在我们电脑上看的还行 这手太全了啊 大家记着啊,你看,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中间一个石的 这又一个,两个断线 两边是两个断线,中间一个 什么线 两个 两个 这是砍 砍卦 砍卦 砍卦代表什么性啊? 水性 水性 和我们的祖先在告诉你,水是啥啊? 两阴 加一什么? 阳 加一阳 两边是什么? 水 外边 中间是什么? 里边 对不对? 外阴 而内什么? 内阳 看到没有 是不是? 你从外边看,它就是一阴 柔的 软的 欺负的 你怎么摁它都让着你 对不对? 是不是? 中间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动动它试试 你看它冒出劲来过 那个力量是什么呀? 阳 为什么叫阳的力量啊? 它是发散的劲,发现没有? 你只要一沾水,那水干嘛呀? 那劲就往外拖你 对不对? 好 这叫阴中 之阳 柔中 之刚 我为什么老让大家 练水啊练水啊 为什么呀? 那太极劲是哪呢?知道吗? 这儿呢? 就是中间这一个 这一道 这是什么呀? 阳 太极劲 太极劲是什么呀? 阴中 之阳 柔中 之刚 所以为什么叫极柔软 然后极肩刚呢? 你必须练到跟水似的 你想想 如果你是水 那水里那个粒怎么样? 就出来了 它是它的本性 如果你不是水 你是根木棍 你有这个吗? 你也有力量 但是这种力量吗? 柔中之刚是吗? 不是 所以那叫粒 太极拳那叫劲 劲是什么呀? 柔中之刚 阴中之阳 但是阴是它的本体 那水是阴的 对不对? 那个阳含在哪呢? 含在那里 所以大家看见没有? 柔 柔 错 啊 很多人在那里说 是吧? 看啊 来人 我的人呢? 没人理我了 今天我们澄清一些概念 现在那打 对吧? 大家看啊 他一天要柔 柔化 刚发 对不对? 大家听我柔 他就欺负我了 对不对? 刚 我又使劲了 我就硬了 说一太年不许硬 柔 又完了 对吧? 什么叫 刚柔相记之了吗? 就看水 水是什么? 软的 对不对? 那个力量永远在那里头 你别粘它啊 粘它 柔性 柔的形 和刚的性 怎么样? 同时产生 大家看啊 我这水 一搭我 我身上还是软的 对不对? 你看他身上照多的劲儿 同时的 柔中刚就出来了 这就在这儿了 哟 我挥手干嘛 就像水一流 这水劲的搁在身上 所以大家要记住了 是吧 练啥呢? 练这个性质 所以我们上山入水练什么性啊? 水性 别找太极劲儿 你是水那技术出来了 它就养出来的 因为你是水没一压 所以我们在练性质 所以很多人来看 这是柔 这是钢 错了 我这儿往里搭 柔和钢全在这儿呢 是吧